未知的地下世界究竟隐藏着怎么样的秘密 堆满几百万具白骨的墓穴 研究暗物质的神秘实验室 打破人类认知的恐怖生物 今天所长带你一起前往地底一探究竟 地下1.8米 这是坟墓的标准深度 也是大部分人最后的归宿 地下4米 你将看到极尽奢华的图坦卡蒙墓地 纯金面具 纯金棺材 纯金雕质 并镶满了宝石的王位 还有满墙的纯金浮雕 让你看没观止 继续往下 地下8米 这是北京地下城的深度 拥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复杂隧道网络 四通八达 搭配了齐全的生活娱乐设施 可以容纳30多万人生活 由于是在不借助机械的情况下修筑而成 工程量非常的巨大 参加建设的单日人数曾一度达到30万 地下15米 看到那个鱼雷一样的东西没 这是爱因斯坦在1938年留下的时间胶囊 存放着爱因斯坦给未来人的一封信 以及一些凝聚20世纪人类智慧的器物 必须得等到5000年后才能打开 不过等不到这一天的我们 可以在比兹堡博物馆读到此信的复制品 地下20米 这里是现实中的地狱 巴黎地下墓穴的深处 弥漫着腐朽的死亡气息 堆满无数的白骨 整整600万人的尸骸都在这里 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死于恐怖的鼠疫 地下40米 你现在所在的地方是Y-40的底部 它是世界上最深的游泳池 泳池充满了温暖的热水 非常适合潜水 你敢挑战吗 地下85米 这是人们无意中发现的带领库游地下城 高达18层就像一个地下迷宫 有无数树洞和逃跑的密道 每层的出口还都设有机关 可以放下石轮阻挡敌人 再往下你将见到地下40层楼高的大树 神秘的地下究竟埋藏了多少宝藏和秘密 地下106米 这里是世界上最深的地铁站 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兵工厂站 把美国自由女神搬到这里来也填不满 进出时只能乘坐那条看不见尽头的电梯 地下122米 这里竟然还有植物的根须 是已知植物根部到达的最深处 它就是南非的无花果树 如果将它连根拔起 相当于40层楼那么高 地下212米 这里是伯赫尼亚盐矿 2014年在这里进行了一场恐怖刺激的马拉松比赛 地下70层楼的深度 又闲又湿的空气 诡异奇怪的岩雕 你敢来参赛吗 地下700米 这里是智利的圣河赛同金矿 2010年曾经有33名矿工被困在了这里 他们像军队一样严守规矩 分工明确 有条不稳地等该救援 世界各地赶来的救援队疯狂钻探两个月 并凿开了两个帝国大厦那么大的石头 被困的矿工终于在第69天重建光明 全部活救 被称为21世纪的奇迹 地下1000年97米 这里是南非金箔利钻石矿的最深处 由5万名矿工纯手工挖掘 产出了足足2722公斤的钻石 废弃之后还是有很多人慕名而来 冒着生命危险钻进去寻宝 地下2200米 这里是世界上最深的自然洞穴 维诺夫金纳洞穴 可以装下4个468米高的东方明珠塔 是无数洞穴探险者的乐园 地下2400米 这里有世界上最深的实验室 它就是中国四川的景平地下实验室 它有可能会告诉我们 世界前沿科学问题的答案 暗物质到底是什么 接下来你将来到被科学家称为 恶魔如虫的居住地 一体世界的古怪和神秘 你能想象得到吗 地下2500米 你会听到咔嚓咔嚓的摩擦铁轨声 这是用试17年 耗费1000亿打造的圣戈达基线隧道 它也是全球最深最长的地下铁路 你想不想坐一回感受一下 地下3600米 这是一种恐怖生物的居住地 它被科学家称为恶魔如虫 能在高温高压这种抑郁般的条件下生存 或许在火星及其他行星的地下 也有类似的生物 它还打破了动物 无法在地底深处存活的理论 地下5000米 流浪地球中地下层的深度 这里可以抵御绝大部分灾难 在电影里人们能够随时乘坐高速电梯 回到地面 地下12262米 前苏联超级工程 科拉超身钻孔的最深处 这里是人类挖穿地球计划留下的遗迹 1970年在摩尔曼斯克开始钻探 钻探了整整23年 而最后的262米就足足地花费了10年 期间不断地出现钻头融化 钻头上升回收时 突然掉落等施工事故 最终因为经费问题放弃了继续钻探 地下12376米 这是目前人类地底真诚的最深处 萨哈林Z44号游景的底部 我们的旅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人类对一切未知的探索 却永远不会结束 现在位于冥王星附近的旅行者1号 已经航行了200多亿公里 这是人类对宇宙探索的最远距离 并且还在不断地前行 而人类对于地球的探索 还仅限于地下12公里 不到地球半径的0.2% 地球内部还有无数的秘密 等着我们去发现 相信未来有一天 我们终将了解地球的全貌 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下期视频 再见 再见